在红尘着实中要避免所有的成员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定要懂得佛法 还有因缘果报的道理 那才会越修了 所谓越清净 越清净了就是跟人家的缘分了 都是善美吉祥 都是趋向佛道 所以大抵而言 跟人相处了 就是这一念心很重要 我们常常讲修行修行 修心最重要 有人就拿这个当借口 说今天要去共修了 我不去啊 你每天这样去 去道场 去寺庙 去共修 去法会 我不去 我觉得修心最重要 这都不懂的 修心最重要不是去不去共修 参不参加互动 修心最重要就是 你每一个当下起的那一念心 动机是不是善的 是不是清净无私的 是不是利益他人的 所以你在这红尘着势之中 起一念清净的心 利益他的心 善心或者共乘佛道 解脱的心 这些啊 以这样的好的一个动机 来跟人家交往互动 那危险就避掉很多很多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